這些雖然看上去是皮鞋的樣子 但其實你穿著它的時候 你去跑步打球都可以 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好啦 我們在美國回來了 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買了很多東西 以及收到很多禮物 那今天這條影片 就想一次過跟大家介紹 究竟我們在美國 就買了什麼或者收了什麼禮物 那我們就續樣來了 那我們先就在我們這個EA Play的會場那裡 我們收回來的東西先跟大家介紹 大家看到前面這裡 這裡有個袋子 裡面有很多東西在這裡 等一下跟大家說 但是這個袋子 就是我們基本上每一次 我們去美國的EA Play 它都會有背包啊 袋子之類 送給每一個所謂的KOL 就是Gamer 那這次我收到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袋子 不是什麼名牌 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 但是最重要是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首先我們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 EA Game Changer的一個燈來的 那這個燈是可以做什麼的呢 它這個呢 就是怎樣開啟的 就是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有一個LED燈 那這個呢 是用來夾在手機上面 之後呢 自拍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補光燈的 好 第二樣 這個是NVIDIA 它們的GeForce GTX的一個USB drive 那這個是一個64GB的一個手指來的 Graphic Card的樣子 那後面有一個小鈕 就是這個USB 那這個64GB的 drive 平時可以用來放一些音樂 放一些什麼的 放在車子裡面插進去聽 好 接著有三個碟 那這三個都不是碟 那這三個遊戲呢 那有Star Wars Battlefront 2 那有這個Battlefield 1 然後還有Need for Speed的Playback 那這三個呢 裡面是有一個PC Code在的 那我三個遊戲呢 我自己都已經有了 那如果有觀眾想要的話呢 那我這三個PC Code 那我可以送給觀眾 那我可能在我遊戲頻道直播的時候呢 那我將這三個Code 那隨機抽三位觀眾 那就送這三個遊戲出來 那有三個PC Code的 那這個如果大家想要的話呢 那就留意我的遊戲頻道啦 好啦 那接著呢 我們有啊 先說到我穿著這件 沒錯 有我身上穿著的這件EA Play的T恤 他們給我這件T恤是原本放在這個袋裡面的 但我想說這件是加大碼 EA 下次麻煩 給我一件中碼T恤 因為呢 我真的不是這麼大份的 我穿中碼就可以了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件呢 這一件呢 是這個寫著Facebook Gaming的這件灰色T恤 近來呢 Facebook好像都開始留意到 原來遊戲遊戲直播這件事 是有市場的 他們開始想做這個遊戲直播的平台 那他們都在美國的現場那裏 那跟我們解釋了Facebook Gaming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那這個我遲些可能會試一下呢 就是在Facebook上面呢 做這個遊戲直播的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去逛街買東西的時候的東西 那雖然說就是逛街買東西 原本主要都是以為是Maii先生去買東西的 但是結果其實去到最後呢 好像是我買的比較多些 但是先介紹Maii先生去買東西先 我要問一問 如果我就是 石果僅存的女性觀眾 為什麼一個女生去旅行的時候 要買這些東西 要買這些 為什麼要買這些醬呢 這個也是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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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又是什麼醬 Artichoke Anti-Pesto 我連我看了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總之就是醬 我不知道他買了什麼 這個 之後呢 他還買了一支呢 用來洗這個 蔬菜的 洗潔精 是用來洗蔬菜的洗潔精 這個之前其實我們有一些類似的日本買過 但是這個呢 他就是在美國的那些初衣市場那裡買的 OK 為什麼 為什麼去旅行要買這些東西 香港買不到嗎 現在香港的初衣市場買不到調味料嗎 買不到醬汁嗎 買不到醬汁嗎 買不到醬嗎 為什麼要在美國那裡買回來呢 這個呢 我們是在行李過關的時候 其實是有被人打開行李來檢查過的 但是結束沒事了 結束都可以拿回來香港 但是這個呢 是他在這個他很喜歡的Trader Joes那裡買的 Trader Joes 那除了醬汁之外 那這個呢 是我們去這個Pom Spring的時候 我們不是坐了一個登山纜車嗎 如果大家看了這段影片的話呢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你馬上看 因為我們在那個登山纜車那裡 我們在一個停車場裡是有一些很驚險的事件發生了 大家一定要看真的 是不是開玩笑 那這個呢之前有看過我們影片的觀眾都知道 那我們去到每一個地方呢 我們都會買一個這些立體磁石呢 用來貼在我們的雪櫃上面 那這個呢 是用來留為紀念 提醒我們自己幾時幾年幾月幾日 我們去那裡旅行 OK 原來除了剛才那些醬之外呢 馬尼神還買了兩包這些Trader 那這些呢 墨西哥的薯片 可以叫做說是 那這些應該是用這個的 嗯 粟米 沒錯 這些是用粟米來做出來的一些 墨西哥薯片 沒錯 那這個呢 每次去到其實都會買一些 但是平時沒有怎麼介紹過 那這些我相信在香港也買到的 不需要在美國買回來 那可能在美國買回來呢 感覺上特別一點 好吃一點吧 我不知道 那這些呢 沒有什麼必要在美國買的 在香港也買到的 OK 好 接著之後呢 就突入我們的三款鞋物了 那這些呢 這些呢 這些三款鞋物呢 我們是在一個叫Dessert Hill的 Outlet那裡買的 那那個Outlet呢 就距離這個 洛杉磯的市中心呢 大概兩個小時的車程 那我們自己租車 那我們不是開出去的 那這個是我們回程的時候呢 那我就去買東西的時候買了的 那但是因為回程的時候呢 我的相機沒有電 那所以我們是沒有拍下來 這個是非常可惜 那這個位置呢 如果大家去開洛杉磯的話呢 那其實可以去一去 但我想說 全世界真的去到哪裏都好 只要有這個Outlet 有得買衣服 有名牌 紙夜賣的地方 就一定會有中國人 我們去到那裡的時候呢 那裡的那些現場廣播啊 或者店舖裡面 尤其是那些Prada Gucci啊 菲得雞毛那些店舖裡面呢 全部都是中國人來的 在裡面買東西的 所以說 強大 強大 厲害 是不是 那逐樣介紹 那這一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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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件白色的Polo的冷衣 那這一件呢 我看到它穿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少少少oversize的 那但是這個呢 已經是加細碼來的 已經是 美國人size比較上大的 加細碼呢 它穿上身呢 都好像很大件的 那這一件我們買的時候呢 是79.99美金 那但是我印象中呢 是再便宜一些 好像不知道再有八折還是七折 那樣的 那這一件呢 就是我的了 這些白色的T-shirt 那這一件呢 是在一個Brooks Brothers的牌子裡買的 那大家看到這裡 大家看到這裡 看到這裡 brooks Brothers 的一個牌子裡買 那這一個呢 其實在香港都有這個牌子的 但是我相信他們那個line-up 就是他們那些三副鞋物的那個 款式呢 應該是不同的 那這一件為什麼買呢 因為它胸口這個位呢 是有一隻金色的 吊著的牛在這裡 那我覺得這個logo呢 挺有趣的 那所以呢我買了這件白色的T-shirt 那同款呢 那除了白色之外呢 我還買了一件呢 是這一個的 深藍色的 那深藍色的 那這個一樣 那上面都是有一個 金色的 吊著的牛的logo在這裡 那有一條粉藍色的 一條的短褲 那這條短褲呢 那這條短褲呢 都是在Brooks Brothers買的 那大家可能發現呢 為什麼好像我買 三買呢 更多一點的呢 因為呢 我們去到這個OLED的時候呢 那有很多店頭 雖然說是OLED 那但是它裡面買的東西呢 都不是說便宜的 因為名牌子始終都是貴的 那所以結果我們很少買到東西 我們買的東西呢 全部都是呢 隔過了價錢 真的便宜得很厲害 之後才買的 那些貴的女裝呢 Maii-san是忍手沒有買到 那些便宜的男裝呢 我就買了很多 那接下來 我跟大家介紹呢 這個呢 香港都有得買到的牌子 這個Cohan這個牌子 Cohan這個牌子呢 它們是專出一些 很舒適的 休閒 皮鞋 波鞋 都不是波鞋 皮波鞋 那這個呢 它香港好像也有幾間店頭 但是我就沒有去過 那但是我們在美國OLED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非常便宜 它是原價 二百幾三百元美金的一雙鞋 它是減到1499 149.99 美金 之後你買超過200元美金呢 它再便宜多50元美金給你 就是譬如說 如果你買一件149.99美金的東西 之後你再搭一件50元美金的東西的話呢 基本上你50元美金的貨呢 就是等於免費送給你 因為你買到200元 然後它便宜了50元給你嘛 就是說你用150元美金 就可以買到200元美金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我們買東西的原因來的 那我們呢 先選了我們這一個 149.99的這件貨 是一雙這樣的 黑色的皮鞋來的 那這雙鞋 是非常非常的輕身 還有我想說 它們出名的就是 它這些雖然看上去是皮鞋的樣子 但是其實你穿著它的時候 你去跑步打球都可以 所以我經常覺得呢 以前我們小時候 讀中學呢 我們不是經常穿著皮鞋打籃球的嗎 以後如果你要穿皮鞋打籃球的話 應該要穿著一對這些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 它雖然看上去是皮鞋的款 但是大家看一看底 它下面是一對球鞋底來的 沒錯 它是一對底是球鞋 但是面是皮鞋的一對皮球鞋 那這個呢 它們在香港都有店 我絕對不是收錢幫它買公告 只是我在美國的時候看到 然後它賣得很便宜 所以我才買回來 之後我再上網看一看 發現原來香港有店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否這款 但是這個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他們店裡看看 那這個是一對我在現場店裡見到 那我挺喜歡的一個皮鞋 但是買這雙鞋真的最重要 因為它的底是球鞋來的 所以呢 穿上去是非常非常之不舒服 剛才不是說呢 買過200元可以便宜50元的 所以呢 我特意再選多50元的貨 那就是這個50元的一對 50元的一對 黑色皮拖鞋 那這個呢 也是Cohan的拖鞋 那這個拖鞋呢 跟剛才那雙皮鞋一樣 那底呢 也是這個球鞋底來的 就是說呢 它又是一些 穿上去的時候 非常非常之舒服 走到非常之舒服的一對 波...拖鞋 還是拖波鞋 拖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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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就是今年夏天 我經常會穿著的一對拖鞋 那其實這個呢 原本都不打算拍的 但是Maii先生就說 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買回來的東西 那所以呢 就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的購物 今天希望下次再去的時候 多點時間去購物 去買多點東西 如無意外 應該我10月份 會再去多一次美國 那到時候呢 有什麼東西吃 有什麼買的話 那就再跟大家報告 OK 好啦 那這就是影片 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樣的文靈度說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我們下一個人 可否 答案 就這樣 約不會 落資 或是